有那麼多的醬汁哪一個是最危險 對健康的危害呢 其實如果是純的芝麻醬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我們的芝麻醬很多 它會加一點點的這些花生粉 那也知道我們花生粉最常被驗出這個黃絮毒 對 然後那個沙拉醬的話 就是現在擔心就是那種比較不是經過殺菌 有的它是會經過殺菌 沒有的話要擔心情流感的問題 那過去我們的一些那個番茄醬 很多就加到人工色素 可是我最近就發現到 其實還蠻多的進步 那個番茄醬它已經不用人工色素了 它反而會採用一些天然色素 或者是一些大廠 其實還是我覺得最近 大家還是有在注意到這個食品安全的問題 那像以前我就看到那些酥炸粉 連麵包粉的那些成分裡面都加黃色4號 可是我昨天去看完全都沒有再添加了 對 所以有一些他們 我覺得消費者的心態改變 他們去注意這個標示的時候 其實廠商就變了 那當然這些酥都是熱量很高 鈉很高 都屬於高鹽高糖 那對身體其實負擔也蠻重 高鹽高糖的問題 那跟它的容器 會有什麼危險的因素在嗎 其實一樣嘛 其實玻璃瓶我們當然就覺得相對安全 那那個塑膠瓶的話 因為它就是 就是有一些它在酸減的這個過程中 它就容易釋出吧 但是一般來講 我們就是盡量買日期越近的越好 不要就是說它是製造很久了 那它就容易融出來 那像昌明很愛什麼芥末 這種黃芥末 芥末要特別注意就是 它是添加了哪一些東西 看起來都很好啊 芥末紙啊 鹽啊 薑黃粉 紅椒粉 香料 對 那這個可能就還不錯 大蒜粉 有的它就會添加一些 所謂的人工色素嘛 然後人工香料 然後很多的核甘酸飄零 那如果腎臟不好的人 就盡量不要有加到這個零的 那王醫師應該也不吃這一類的醬汁喔 其實這種醬汁它最主要就是幫你提味嘛 因為不是只有鹹的問題 它一定甜的時候讓你覺得很甜 然後鹹的時候讓你有口感 那基本上其實如果是大品牌有包裝的話 基本上好一點 小包裝的話要注意一下 它裡面我們加一些防腐劑 剛才我們剛才提到前面兩大類 不管是罐頭或是其他那個 那種真空蜜蜂包 它基本上裡面含防腐劑的機會就比較低 那其他這些調味品的話 有可能這些防腐劑的機會就可能比較高 所以大家盡量不要買太大罐的 買小罐的 然後趕快用完 那這個基本上是比較注意的地方 正義在講說它也是為了番茄醬吃薯條味對不對 你知道我上次遇到這樣的 像你這樣子一個個案啊 是在哪裡遇到它嗎 是在我去採訪那個聖友會 大家在上面是聖友會喔 聖友會 聖友會 它跟你一樣年輕喔 它才40左右喔 然後他說他其實很後悔 他說他也是從小開始 他的人生就是無醬不歡 他說他吃什麼都要沾醬 他說烤肉當然是要烤肉醬啊 黃瓜當然也要沾那個酸什麼醬 他說他就是這樣吃 然後泡麵的醬要比人家加好幾包這樣子 然後吃我意思是要醬麵 因為人家那個是用 人家是煮用辣用乾麵對不對 他是把那個醬丟進去湯裡面在一起煮喔 然後再加然後連湯的那個都一起弄 然後他就說他就開始 有一天就開始覺得自己反正就覺得自己全身不舒服 也覺得很累啊 然後也覺得說奇怪水腫也很嚴重幹嘛 但是去檢查的時候就發現他其實已經很末期的腎漿病了 所以我遇到他的時候他就是已經在洗腎了 他就在等說有沒有可能覺得換腎了 因為醫生覺得他很年輕 是希望說如果有機會可以換腎 唉唷 太棒了 就醬料了 沒關係還好我現在不吃我減肥了 不過適量還是OK啦 或者說看有沒有什麼可以替代 對啊因為像我們那種廚藝不是很好 有時候就是要靠一些醬汁 小孩才會愛吃 加分嘛 所以可以用一些什麼來替代 是不是譚老師可以做示範 OK 好的譚老師 來我們針對這個調味啊 替代的方式啦 你怎麼來做 健康的醬料 其實我們大概就是中式的麵的話 你可以用很多種 像我喜歡用蔥 用蒜 然後用九層塔 對那也可以用辣椒 像這個是加過一點辣椒的 那這個的話你很簡單 就是要把這些東西炒一下 然後就是讓它就是炒到乾 香味出來就好 你就是把蔥 薑 九層塔 蔥 蒜 九層塔 三樣東西 然後你加一點點油 然後呢再加一點點鹽 然後你這個就是可以當家裡的萬用醬 你可以拿來 對 拌青菜 因為燙青菜其實有的人不大能夠接受 就是說都沒有味道 對 就不要攪什麼肉燥乳肉的 都不要 對 拌這個啊 對 然後這樣子的話 而且這個東西都是 抗癌的啦 哦 你看蔥啦 蒜啦 九層塔 其實那以前很多人就很多謠言說 九層塔是什麼含有致癌物質 黃髒素 其實它不是 它是那個 那個丁香分 它不是那個黃髒素 所以它並不是 對然後你就把它炒的 這個香味出來就可以了 那我可以再加自己加一些嗎 比如說蒜頭啦 可以可以然後你可以 對也可以把它加一點點的那個 那個什麼 醬油 然後你加醬油的話 就可以當成那個蘸肉啊 蘸什麼魚的醬都可以 那我做好我一罐是可以冰冰箱 可以稍微擺一陣子嗎 其實有時候我一個禮拜才做一次 然後一個禮拜做一次 可以分這麼久啊 對一個禮拜做一次之後對不對 然後像有時候我要蒸魚 對 那或者說回來太晚了 我就做一個廚師 然後拌一個麵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吃了 那有沒有人要吃比較辣的 我可以再 這個是花椒的 那也可以加這一個 感覺好像風味比較重 對 可是因為我是湖南人士 我喜歡辣的 那可能有一些就加這一個 好那來兩份辣的 我覺得兩種就是兩種都加了 對兩種都加也可以 那但是這樣可能就會 太重了 這是不是很像燒辣店那種 燒辣店 燒辣店它不是有些這個油 油雞 油雞上面灑的那樣是嗎 可是它那個是用很高的 很多的油對不對 那你不要 你只要一點點油 讓它炒得甚至有點焦 它的味道就出來 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比較偏台式的口味 對 那有西式 待會我們一起試吃 西式咧 西式的話其實 好香耶 現在就是酪梨的那個聖產季節 不要急 對就是聖產季節的話 其實酪梨它是我們講這個 酪梨它是非常多的 可是小孩子有時候他不大喜歡 所以你就必須加料 好那怎麼辦呢 你就把它的肉刮下來 黑了之後就刮下來 然後為了預防它變黑 所以你可以加一點點檸檬汁 對 它的顏色就不會太深 你可以加一點點糖 小孩子如果提 它就一點點糖 然後呢就是加香菜 我是喜歡整酪的香菜先燙過以後 再切末再加進去 所以就只有 所以就這樣不斷地攪拌 對這個 酪梨 酪梨香菜 檸檬汁 糖 對 就這樣 對就這樣拌一拌 然後你就可以拿來抹麵包 或者是抹在餅乾上面 給小孩當一個點心 我們都只會打成酪梨牛奶 對 對 好好吃耶 好好吃耶 真的假的 你們不要做效果 真的好吃 好吃 我想像不出來這個味道 我剛用它還是想像不出來的味道 真的好吃耶 就沒有 是誇張的好吃對不對 對 對 真的是誇張 這被拿去賣了耶 這可以拿去賣了耶 這是正點耶 這是因為檸檬的酸跟有一點點 覺得它有帶出它一點點鹹味耶 為什麼 沒有加鹽巴 不要再加鹽巴了 因為我們的自己做醬 就是希望跟它能夠區別 不要加那麼多的辣跟那個 為什麼那麼好吃 很好吃耶 奇怪 而且喔 你洛梨啊 對於在發育中的女孩子 來吃 來 可以多吃一點 對不對 好神秘喔 怎麼這麼好吃啊 那已經發育完的女孩子呢 你可以多來回來 對這個對腦部是非常好 因為它是植物裡面 還有Omega3的 我滿喜歡給小孩子吃這一些的 真的好吃耶 你看好吃 我們一直要去賓 用聞的 跟觀眾吃的這個 完全不一樣 真的嗎 可以動作不會太快 來 麵 好吃麵麵 中式醬 好棒 怎麼可能 因為它有點辣 它怎麼會是 好好吃喔 我都幫它加一些 有辣的啦 有人要辣的要講 要 後來都有講 吃的好好吃 然後又想像不出它的味道 覺得很簡單 就會覺得好像是沒什麼味道 超讚 真的嗎 你看你講我們還怎麼相信 要怎麼動作 而且已經是九成塔而已 對 然後蒜跟蔥 對 蒜 蔥 這很好吃耶 超好吃耶 超好吃耶 只加了花椒而已嗎 對 然後你如果喜歡辣的 你可以弄點花椒 對 對 為什麼連麵都變得這麼好吃 有味道啊 這個其實就是超髒的涼麵 但是你把它燙煮過 你就可以不用超髒的醬汁了 這也沒加鹽吧 這個要加一點點 一點點鹽 對 一點點鹽就好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對 很夠味耶 而且你看這個麵都涼了 我們還覺得好吃 我的媽呀 它的味道整個拉得好明顯 超好吃耶 其實你是大廚吧 其實 對啊 他其實是大廚吧 可是老師你中後菜 你跟食的身分趕快公主 我真的好棒喔 我真的大廚來的 真的好吃耶 好 所以我們做這個酪梨醬 麵包 餅乾 對 都可以 我們都可以弄對不對 根本不用馬魚調理包 跟什麼罐頭 這個就做超好的 而且一分鐘就做好了 對 彈老師的超美味自製醬料 各位觀眾自己也可以做做看喔 台式蔥醬的做法 只需要把蔥 蒜 九成塔 切末後加點油拌炒 只需要加一點鹽 或者醬油來調味 炒到微焦就完成啦 西式酪梨醬的做法 先把酪梨肉挖出來壓成泥 加點檸檬汁還有糖來調味 最後燙點香菜 切末加進去就OK啦 只要一分鐘你也能變大廚 是不是真的超簡單呢 好啦 品嘗完之後呢 有時候我們再吃飯啦 還看這些不想買嗎 真的 真的好吃 要這麼說嗎 你買了一個飯糰加上剛 唐老師的醬嘛 也OK喔 就不用自己煮 要甜要鹹都有 對啊 因為在外面用餐 其實對上班族來講 真的是也不得已的選擇啦 還是必須 但便利商店呢 雖然說都是大家好鄰居 但是裡面的種類大家在買 應該也有一些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有麵包有飯糰 而且現在如果要減重什麼零卡呢 對對對 低卡零卡對不對 然後也有啊 也有像涼麵啊 很多啦 那所以這個 譚老師 如果以便利商店這些麵包來看 還有飯糰啊 有什麼樣的陷阱 對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是選擇